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明 就是不分别光明和黑暗 本来就明 本来就一切去除 四些黑暗四些光明 本来就是明 一定要不分光明精破掉 你破不了光明镜你就在那儿呆着吧 那就是我最大的环境 光明镜是最大的环境 告诉你 最难破的环境 没听说过光明连下转身难吗 光明连下转身难 光明镜是最大的环境 所有的拍杀到最后都要破这个光明镜 你们最成本文明就是因为光明来了 光明黑暗的分别了 本来光明 明白吗 就算是黑暗 你光明也没丢疫苗 没丢一点点 你看见黑暗 你的光明也在哪儿 你都没丢什么 灯下黑 知道什么叫灯下黑吗 你光明一直圆满 就算是一片黑暗 你的光明也在哪儿 你只是看那边不服用 看自己 自己就是本来光明的 你穿个什么外面 你这外面穿个光明镜哪儿光明 光明黑暗就是两个分别 本来光明 一定要知道 这么的光明镜是一种方便手法 你喜欢那个光明镜 你已经执着了 你修片了还不回头 还要把切补充 所以说那是个阵量 你在天人 天人就是光明 你求天人的光明吗 你那些光明算啥光明 你有太阳很亮吗 变成个太阳 所以说密宗的法则吗 不是 你修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光明镜里 你觉得你有光明镜 你一直在光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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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那是成佛的阵量 你修这么多年了 你都用不上 六更多 这些东西都没进化 你已经修了 执着了 知道吗 该快破那个不行 你怕回到圆碟嘛 你就是要转一大圈 你回来在圆碟 你死都对你佛性没丢 没吃嘛 你其他的修行不会白修的 你怕什么呢 你现在的问题 就是那个瘟妈 你把你牛的那个老太太 他念错光明了 那个老头说 那个师父说 你念错了 你不念牛 你要轰你 他的一切都没光明了 怎么办 本来房子都放光了 怎么那么容易丢 为什么会有光明 路上没有光明 为什么他念牛的时候 满屋子的光明 为什么他念成厚了 一下子 你知道他的光明 为什么会失去呢 他救了 他觉得他一切白费功夫 他觉得他丢了 自信的光明怎么会丢 他觉得那二十年白费了 那错了 就因为他心里起了这个分别之中 错了 错了 然后光明没有了 执着了 动念了 动念了 知道吗 脑子不是一心一意在念那些东西 脑子呢 有了忏悔 悔恨 有了念头 有了杂念 有了很多念头 我觉得我白修了 那种害死亡 那种纠结 还那种 动念 面对种种幻境的时候 你分别了 你分别了黑暗的光明 那么你的光明就会失去 到时候一定会转成黑暗 就像白天转成黑夜一样 白天黑夜有什么不同 对太阳来说有什么不同 白天黑夜是人类的分别 太阳分别白天黑夜 太阳没有动过 这是地球在旋转 是你在分别白天黑夜 是你在分别 光明静更 凡复 我们在凡复与佛无二啊 我们在凡复到 我们长得这么灭黄激瘦的 但我们的本性能又失去一点点 佛性就在这儿 光明就在那儿 与佛只是一个明一个觉 一反过来就是一样 光明明是本来明明 其实你在求可见光 你在求你人类的眼睛 天眼慧眼发眼界的那些光 那都为幻境 那都是像 你一定找像 不管你找的是天人的像 还是什么像 就天眼的 你都已经找像 找这么久了 你还不回来 如果你不找像 你觉得那是虚幻 那也是个晒进阶 你已经执着了 你要求这个 已经平等性对压了 你觉得这个凡复真气啊 能量这个凡复就是概念 我是跟他们开玩笑的 你这个身体是灰溜溜的 你觉得它是个狗 它是个微尘 它是个狗 哎呀 那个光明是光滑的 一个玻璃球 一个泥球 就是两个区别 在你心中已经有两个象 明白吗 每一列微尘都师父 每一列微尘有空明 那个光明不是你想象的光明 佛的光明是空明 知道吧 包含一切光明 包含黑暗 你已经死了 赶紧玩回车 你看 哎呀 我已经后退了 我退步了 没有退步 就是我们一层一层的 这中间师父 我一层一层一圈一圈 是迷在哪里的 所以初学个二十年的 为什么在法化 对你看看 这个是来初学的 这个是修了二十年的 佛说一起成佛 那个时候二十年的时候 佛啊我白修了 你记得跟我说这句话 白修吗 怎么会白修 在本系上就是不得 但是在增量上 那二十年的 一旦他转过来 如果他执着在光明镜里面 他可能还证明 那个初修学得快 因为他迷在那个天人境界里 迷在某一个光明镜里面 那就好 他停在那 他只要纠结 他就会 他就会停在那不动 他一看见那光明镜 他就喜欢他就进去了 那顶多就是 预见天的光嘛 你还没出山子 你还连色界都没上 那就是迷在 你不迷人道迷到天道去了 那不同样是环境吗 你怎么觉得 我们这个肉体灰溜溜的 这就是佛啊 本宗啊 我修不成 包含器能量 都包含在空明里面 本来空明就是这样 不会丢 因为一旦这种本性 本性里面的东西 就是说 本性是不会丢东西 能丢的都在幻境里面 还在 任何东西 只要不是有恨的 那一定是幻境诱惑你的 一定是跟你开玩笑的 如果你觉得有 不丢的东西来了 好了 跟你差不多了 你就叫幻境 什么东西你觉得不丢了 他永远不可能丢失了 好差不多 幻境的东西 那就是不信不来了 那是真的 真的就是幻境的 那丢的全是假象 假货啊 那个水货 还舍不得丢 我就说 那个水货丢了吧 那个水货丢了吧 手机丢了吧 等着换星吧 不会的 继续 无悦无悔 就是你休息绕了 3000个玩多 无悦无悔 绕的越多 将来成都 成都 成都的越好 是吧 有的人自制一条路 比如说 我们去北京 有的人 直接坐飞机飞过去 然后有的人不走啊 找窗户 无量物变得漏 无量物变得漏 才绕到北京 而且走出海也多次 不踢都爬出来了 如果有一天 两个人都到北京 如果翻过来 有人问说 去北京怎么走 你说说 这个走错日路的人 很多牛逼啊 坐飞机的 不知道 坐飞机来啊 说没飞机 不知道 他就知道 有一个好乘 坐飞机 谁不会坐飞机 坐飞机最简单 就像我这种坐飞机去的 但是谁想走错 你们绕得越多 越多 好 你就出海路空 给他知道 哎 如果在漏沙走 你应该怎么走 怎么走 怎么走 在水漏沙走 因为你都走过 都走错了 你会提醒他 哪会有差 而且我告诉你 每个人修行 你不要说我走了20年 你不要有这种 人家也许走了几个大街了 每个人都是 你根本就 学了两天 人家开悟了 你不要以为他就学了两天 他就几个结束 就在就出家 也把他走 已经在修行了 你感情是出学 我都不敢结束架 这两天我也得看看 这两天 不敢消枪 谁知道人家第三天看我 是个体会 你不敢消枪 只需要独移 你也不敢问你 那是 要不敢消枪 你那是 是的 我觉得 你不敢消枪 你走